大家好我是天狼 今天给大家解答一个问题 就最近不少还要再问 冬检到底啥时候冬检 我早检了行不行 到底应该怎么弄 不让我们检 然后你自己就检了 那么今天天狼就给大家来解答一个问题 你看我面前有两盆花 这个是刚才我们小哥从我们地里拿的 我们来看叶子已经被霜 冻干枯了 已经黄了 喝了 花瓣已经冻烂了 花瓣已经冻起皮了 明显冻坏了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咔嚓强见了 那然后同样的 就在我办公室门口我们花园里面 前几天拿过来讲视频的这棵花 你看花包好好的 花还能看呢 牙还在长 翼还在长 为什么差异就这么大呢 这个是苗圃 苗圃都是在大野地里面 只要一下说 它天天北风呼呼地吹 它就首当其冲 冻得不行了 只要在小区里面 不管当然你 不管你家里是什么房子 它的温度都要比大野地高那么两度 你看就在我这房子边上 它就没有事 那么我这个现在剪就可以 这个剪就不行 我们在我们花园里 我们的房间窝后这一棵 什么时候剪 天再冷一冷 温度降到零下 它再去剪 而不是说下了霜就剪 所以大家这就明白了吧 那当然了 你早剪 只要你这个花叶子 被霜打过两次以后 一剪就没有任何问题了 那像我们大田里的 现在全部都在批量的修剪 为啥呢 因为大田已经进入冬天 它已经休眠了 已经不长了 就这么简单 好 我是天狼 感谢观看 我们下次再来说一句